對於多數人不太瞭解的州主機長職位 候選人陳仁義介紹 加州主機長的責任在於監督審計加州財政支出 這與全加州所有人的生活密切相關 陳仁義表示 當選後將關注包括醫療保險 教育支出 事業保險欺詐等領域 加州共和黨副主席皮特郭回憶而時父親曾對他說 若不參加政治 政治就會來干涉生活 他希望華人重視參政的重要性 並支持陳仁義當選 我們在16年都沒有一位共和黨員來贏得加州的職位 那麼這次我也非常非常高興陳先生能勇敢地站出來 不只是替我們華人講話 那麼也包括替我們加州所有的居民來講話 聖塔克拉拉縣共和黨主席 肖恩·帕特里克·康諾利指出 目前的加州需要恢復法律和秩序 對於大眾議院問題在大眾議院裡的政策 当天活动还有来自加州师赐会 台湾商会等华谊社团领袖支持者 前来为陈仁怡加油打起 新唐人电视台基金山记者站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